各位读大家好 非常开心呢 又到了每月 在这个空中 影片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那上个月我们谈到 这个除旋席行情的实物面 比如说你要怎么去操作选顾 什么时候是要去介入 还有你的选顾的条件等等 那如果是新读者的话 欢迎非常欢迎你回去看上个月的影片 会不会对你接下来一两个月的除旋席行情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这个月呢 我上个月有说 我们这个月会去延续这个除旋席的话题 只是我们要把重心呢 移回到这个税率的方面 大家听得懂意思吗 因为呢 你参加这个除旋席 就一定会面临到课税的问题 如果你对今年最新的税率搞不清楚的话 你明年要缴税的时候 你是满头雾水 甚至会被缴贺很重的税 大家非常重要 那其实我最近看有些分析师 或是有些坊间的达人 就自以为在教人家 这个参加今年的除旋席行情 还把这个可扣底税额拿进来 拜托 这是过去的常用的观念 就过去来说 我们当会用说 可扣底税额或可扣底税率减半 这个呢 你要选越高的越好 因为对你的自己扣税才有利 可是今年 我上个月的影片已经谈过了 今年的税法已经改变了 所以就不再适用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看什么可扣底税 因为根本就废除了 这个条件就不存在了 结果还有人在讲 那就代表他没有做功课 没有跟着老王一起来上课 他重点是他没有来订阅老王 对不对 所以要跟他讲一下 不要乱交 因为有时候乱交 你会害了很多人 那老王都是看国税局的 我们就更新我们的税法知识 像今年来我们看荧幕 今年就直接已经废除两税合一了 他就直接改成二者一 第一种方式就是把你的股力 并到你的其他的所得里面 就并入综合所得 那你会先把股力 大家是统一的8.5% 去计算你的可减底的税额 假设你有60万就乘以8.5% 那剩下那个钱 就是你可以扣底掉 你可以减底掉的税额 但是这个上限是8万块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你的股力 按照这个 把它分开课税 刚才是合并嘛 现在把它分开 但是你的分开课税 就要扣到百分之28%的哦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要这个第二个字 让大家选呢 我们透过一张图 这是国税局的图 我想会让大家更清楚 这不是自己画的 所以那非常正确是国税局的图 他已经废除了设算扣底制了 好吗 大家看清楚 今天是采用二则一的制度 第一个 我刚才讲到 鼓励所得合并 合并到其他所得 合并计税 那合并计税呢 你的可扣底 你的可扣底的税额 就是把你的鼓励 乘以8.5% 那这会有个上限 就是最多乘下金额 就是不能超过8万块 那这个适用是哪一个族群 第一个 当然就是你个人所得 是比较低的 个人所得比较低的 所以你税率不会太高 你就适用这个 第二个 当然就是你的鼓励 不要太高 不能太高了 因为你超过 你的层下 你超过8万块的话 那你就不适用了嘛 所以这个会比较适合 是中低鼓励所得者呢 你比你比较适用的 然后就我们简单讲 就我们一般人 比较适用的 好 那如果呢 你是属于高鼓励所得的 随便乘都超过8万块的 或者是你其他各类所得 这样加起来 你的个人的所得税 超过 超过这个28% 也就是30%呢 就蛮 就适用第二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个人所得 所得税30% 你还采用前面 第一个方式的 去合并计税 那你的鼓 你的鼓励要扣多少 要扣少30% 那甚至像以前 这个个人所得税 天花板是45% 那如果你是合并计算 你的税率不就是 你的鼓励 就要扣到45% 那是非常高的 所以政府 今年我们把个人所得税 天花板降到40%了 另外 它还让你同意 你可以选择第二项 分开课税 那假设你这边 所得税要扣到30% 扣到40% 那你的鼓励 因为是才分开的 你只要扣到多少 28% 等于政府优待你2% 或但是12% 或是更多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奖励方式 那所以这个改成 二者一的制度 我基本上认为 其实我对两兆 都有蛮 都有一些优点 像尤其是高鼓励 所得者 简单讲 就是我们的大户 我们多给大户一点空间 因为股票其实还是要靠大户去炒 那如果大户不选择长期投资 或是大户也不来进来股票 那当完台股就会非常惨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 给大户一点方便 高鼓励所得 高鼓励跟高所得者 就让你少负担 你要负担合理的税负 但是我们也稍微有点优待 这样也算是不错 所以如果你是赚很多钱的各位 或是鼓励非常多的 你就选择第二项分开计税 好 那也许我用更简单的文字 会让你更清楚 因为我帮大家算过 简单讲 如果你这样统计下 你要记得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的个人所得税率的税率 在20%以下 你就试用第一项 那第二种 你如果你是在20%以下 而且你的当年股力 在94万元以下 为什么这个重点 是94万元以下 简单 如果你如果你把你的可对税额 上限了8万块 那8.5% 你去回推 就是你如果超过94万元 你是乘以这个8.5 你就超过这个上限了 那超过上限 你再去用第一项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就是你记得 这个重要的关键是 你的当年的股力 总的全部所得 股力 如果你收到配股配息 你的配息 在94万元以下 请你就选第一项 因为你不但可以免税 甚至还有机会是退税 当然这前提是一个重要 就是你的适用税率在28% 那如果你的综合所得 税率已经超过30%了 你就完全不是用合并了 刚才元以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你就比较适合怎样 选择股力 分开来记税 这样对你是比较划算的 那老王知道 大家听到这里 可能还是一头雾水 无啥啥 所以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跟大家解释 隔壁老王大家都认识吗 不是隔壁老王 老王的隔壁有个小麦 他退休 而且他当生 他没有其他所得 这个就很简单 没有其他所得 你的个人所得税率就是零 因为你没有其他所得 其实也不要说他没有所得 假设他有点所得就好 也没关系 重点是怎样 他的一年的鼓励 可以领到80万元 刚才关键数字 个人所得综合税率在20%以下 20%以下 第二个 他在94万元的鼓励以下 请问他选择哪一个 当然就选择第一项的合并申报 你注意看 他如果去合并申报的话 不但不用缴税 而且因为他没有所得 他还有34,60元的退税收入 是不是很棒 可是他如果 小麦如果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他如果选择分开 自以为是选择分开扣税 我的妈呀 分开扣税的话 我们刚才说 这鼓励要乘以多少 28%的税率 那你把80万全以28% 他反而要缴22万4千元的税 那是不是非常吓死人 所以各位要听清楚 今天这个影片 这个非常重要 对你个人来说 明年的缴税 会哭还是会笑 就真的要搞清楚 所以我建议大家 可以把影片 这一集影片多看几次 如果你是低于 这个90万元以下鼓励 然后你的个人所得税 也是低于20% 你就用第一项 这两个关键词 你要记得 那如果你是超过的 请你选择分开课 所以这样你就不会搞混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了解这个法令知识 那也希望影片 可以帮助到大家 这个月的说明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有任何不懂的问题 非常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有看到就会回你 再次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